你跟我回宫 难道只是为了今日吗 我没下毒 位置怀使怎么来了 此案关乎陛下安危 本指挥使一刻都不敢闲着 边角的人物查了个遍 嫌犯自然也不能放过 于大人这是碰钉子了 惭愧 人犯打死不说 一直和本官耗着 垂死挣扎倒不罕见 但大理寺如此耐心地周旋 倒是罕见得很啊 本案既由大理寺审理 就不劳位置会使费心了 人是我送进宫的 陛下遭此一劫 我绝不能善罢甘休 难道于大人 是想拦着大梁臣子 为陛下尽忠 位置会使有何指教 于大人 静观便好 陛下 陛下对你恩重如山 你为何要毒害陛下 不说是吧 那我们就来好好说说你的罪众 罪其一 心仇不分 为了仇人害了亲人 还妄想一语不发 消极抵抗 罪其二 自不量力 你若死了 也没人会在乎你 罪其三 言而无信 你跟我回宫 难道只是为了今日吗 我没下毒 肯招了 我想明白了 若是我无故蒙冤二死 岂不是太远了 既然不是你下的毒 那是谁下的毒 我若是知道 就不会在这儿了 写 既然你不知道 那我帮你好好回忆一份 家宴是由谁来负责 东宫 各府分别向陛下献菜 得有何人献菜 太子 庄王 还有我 太子殿下准备了什么菜 点心 陛下喜欢吗 好好回忆 事无巨心 陛下自是喜欢 不错 太子殿下还是一如既往的周到 就连用点心之前的灌手水 都是亲自准备 还特意添加了碎寒三有 碎寒三有 京东不雕 银寒而开 请父皇灌手 静候春来 三殿下准备了什么菜 三殿下亲自骗的鹅 听说刀还是特支的 是特意从府中带来的 这把刀也是特配的 请父皇品尝 鹅肉肥美 那你呢 汤羹 殿下与三殿下如此之费心 你却只准备了汤羹 菜阳奴婢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是白果芙蓉羹 您今日一定要处处小心 万万不要再冲撞陛下 陛下喜欢吗 他还亲自添了一碗 陛下真是对你偏心啊 那你知道 陛下种的是什么毒吗 不知 真不知道 于大人 所种喝毒 酒结桃乃剧毒 将此颇同齐荒之术 自然会使毒害人 我还知道九节桃的根茎可入药 其枝叶有毒 用量轻则腹血肠痛 用量重则心必葬裂 若真是我下毒 我自会确保用量 一击毙命 如今陛下死了吗 你 大胆 余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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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安无奏 余大人可还满意呢 为这回事果然好手段 用刑不光要狠更要巧 事关陛下中毒真相 嫌犯毕竟也是陛下亲封的郡主 这万一有什么闪失 日后 必定会落下驱打成招的口实 本案未完 你可得撑住了 别就这么死了 thirteen 大家 跟绝对